国内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连续19天维持在一字头 今天新增了1268宗确诊病例 比昨天小幅降低 不过由于确诊人数比康复人数还要多 使得活跃病例连续两天上升 目前处于6天最高水平 共14637宗 许来呢依然是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周数 共有490人确诊 不过当中84%都是来自感染群和密切接触者 沙拉月和柔佛分别增加了141宗和135宗病例 今天也新增了4个感染群 分别出现在雪兰娥 三美兰 柔佛和沙拉月 其中两个涉及工作场所 一个是社区感染群 另一个是高危群体感染群 同时今天再有两个人死亡 其中一个人是43岁 目前的死亡病例累计1200多宗 确诊病例则是累计33万6000多宗